豆花牛肉 当年在老四川的时候 都有这个菜 大式的菜 家常的味 我是刘晓东 豆花牛肉 从水煮出来 它变变了 豆花的嫩和牛肉的嫩 融合于麻辣 整个做什么都不够大 够不够大 家里面都可以做 牛肉都是用一个后腿 腰腰也可以 腰腰都可以 要斜切 斜切啊 斜切啊 它那个筋肉都端了 很容易煮腩 斜切它还有一点筋肉 但是筋肉也是把它切断了的 顺切交不动 所以一定要斜切 牛肉都切好了 要想把它抹冷 水分一定要把它吃够 水加得多 大家不要怕 勇敢地加水 加多少 稍加一点盐 大家看都没得水的了 牛本是粗纤维 主要水多了 把纤维拿洗 纤维洗了 肉都冷了 它有的还加得冷 肉分用不住 不用加 家里面一定不要去加那些 可以加一个鸡蛋清 像刷成那种粘熟了 有点起胶 要发凉了 加适量的干粉 好 刷成那种就可以了 再加一点点油 油主要是保持它的水分 它就是跟空气给 好 可以了 如果说没的豆花 冷都可以 老皮还洗了都是 好嫩 都嫩了 很水意的把它搬成小坨 你不水意没有办法 好 这就可以了 穿豆腐的时候 加点液去它的豆腥味 增加豆腐的底味 这个火也不能大了 它都是微开 因为大了 很怕 穿得到就 一两分钟不行了 可以了 把豆腐搭起来 拿用水划这个流着 它划起出来的流着口跟来更难 想问水也不能开了 水开了 它才吐起 比油花点 油花花起出来它也好 但是油花混沌到 大家掌握不好 就在屋头水化混沌 你看到那个牛肉浮起来了 说明这个钱和水分吃够了的 如果水分那些没吃够 它那个肉是浮不起来的 浮起来的那种牛肉 它绝对嫩 有意思 有意思 很多朋友常常打电话问问 我要指他们家里面那个牛肉 炒得比较老 不能耍 它都是因为它的水分没吃够 水开了过后 煮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还有第二次下锅 这个感觉就像水花肉 对 那种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吃吧海椒 加点豆瓣 把豆瓣炒香了过后 就下入两层米 然后喷出黄酒 下入这个米汁的底料 整个花锅底料 火炒的底料 牛油没得那么重 因为这个菜不带火 就扔了过后它就冻了 它有点牛 但牛油一定不能重 然后加入水 炒到味精 鸡精 少许的白糖 气味 蒸熏 胡椒 开了过后 下入这个牛肉 刚刚牛肉穿得起码成熟了 现在打一点的波浅 打了过后 它更容易把味 像这种都可以了 豆瓣还叫花椒面 黄豆 我的豆瓣还叫蒸汁鸣 它都是虾 还有点点那种糊香味 我的牛肉好冷 快来来 筷子 筷子夹不住 我又喝一喝 牛肉一喝一喝 就往后弄过这个酥 弄化 因为红色粉的那个尖性 它有重些 首先把牛肉那些 用到那个红色粉 本来钱也冷 水粉吃够了也冷 豆瓣分到牛肉都冷 完整又脆 黄豆都是起一个双口的作用 因为两样都冷了过后 再叫到一个脆型的东西 哎呀 好像这一头切了 可感